在一個收音機仍然昂貴 電影未普及 未有彩色電視 更加沒有智能手機的年代 去茶樓飲茶、聽歌 就成為大眾消遣解悶的方法 這種茶樓歌譚 除了中秋節和新年之外 幾乎每晚都有表演 一半都是由一位樂隊領班 帶著幾位歌手、樂手來演出 收費的多寡就視乎樂隊的名氣而決定 每晚大約由7點演出到11點 一半8點到9點就被視為黃金時段 會交給最有名氣的歌星去演唱 當時天皇級的歌手都需要餘藥 甚至有趕場的情況出現 即是在一間茶樓唱完歌 就需要趕去另一間茶樓繼續演出 可惜隨著社會的進步 帶眾娛樂口味的轉變 這種茶樓歌譚 去到60年代中期已經逐漸釋尾 在一間茶樓唱完歌 一間茶樓唱完歌 一間茶樓唱完歌 然後在一間茶樓唱完歌